好 在总统大选三角都的情况之下呢 只能说蓝绿白的铁粉实在都很铁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要问问选民们了 来看到这个题目的设计 他说呢 如果您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的机会 如果不大的话 您会转向支持哪一组的候选人呢 这是来自于中时新闻网的民调 我们看到在赖消费的部分 原本的支持度是32.7% 那么发生期保之后呢 发生了34.7%往上涨了 大概多了2%的百分点 侯刚背的部分呢 原本的支持度是29.0% 那么期保效应出后 他突然上涨来到了32.7% 多了3.7% 那么在柯英配的部分呢 原来流失从这里开始 支持度原本是19.7% 但期保效应之后 剩下12.4% 跑了7.3% 就跑到了这两组的候选人身上 好 那来看到是ET图的部分 如果明天就是总统大选了 您认为您想投的这一组当选的几率 比较小 同样的问题 您会投给其他人吗 刚刚不是讲了吗 这蓝绿白 这三个三组的 其实铁咖都很铁 不会改变的情况之下 来看到赖销配的部分 百分之85.1% 侯刚背百分之82.3% 那么柯英配是百分之八十八点九 但如果真的发生气保作用的话呢 你看啊 在赖销部分 就有百分之零点九的 会转投侯刚 百分之五点七的转投柯英 那么在侯刚背的部分呢 会有百分之三点三的转投到赖销 百分之七点二的转投到柯英 那么在柯英配的部分呢 将会有百分之三点七的转投到赖销 那侯刚的部分呢 转投的是百分之四点七 所以呢 很怕的就是会有气保效应会发生 因为基本上您看到了 如果以三组来讲的话呢 感觉柯英配 如果在气保效应的情况之下 流水的票会比较多一点 好那现在呢 他们的主帅柯文哲 讲话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因为他自比陈定南或者是这个蒋经国 那么黄阳明就讲说呢 柯自比陈定南进化百二点零 一下子去蹭绿 一下子去蹭蓝 他认为两边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分 那不只是这个主帅 在副帅部分呢 也就是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呢 吴欣宁的部分呢 他先前去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结果被挡在门外 没有办法能够进去 那回来之后呢 他受访时就是说不小心啊 应该是口误吧 把外交部讲成叫做断交部 也引发了一些话题 那他讲了是当时外交部 没有清楚地告诉他们 如果到去那边之后 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不公平的对待就是 你不能进入到会场里面 那外交部当然有话讲啊 说我们出发之前 就已经告诉过你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反正双方现在就是各说各话 这时候呢 民进党的洪生汉跳出来讲话了 他要吴欣宁呢 你不要像妈宝一样怪东怪西 好 另外刚刚不是讲了吗 现在在柯营这一组呢 最怕什么 可能是气宝效应 会不会慢慢的已经发生了 因为在台中北屯 有三个看板 大大的po出来 叫做阿贝对不起 关键时刻 他要投侯友谊一票 如果这样的类似情况 再发酵的话 那当然对柯营配来讲 会是一个硬伤 那我们就来看了 在气宝效应 目前的部分 在中时新闻网 刚已经公布了 最新的总统大选民调 目前侯康贝是以29% 拿到第二名 而民调显示 选战的最后关头 如果真的发生了气宝的话 那么柯营配 将会流失7.3%的支持 到时候侯康贝的支持度 将会增加到32.7% 如此以来 蓝绿就会进入到 2%的误差范围内 也就是越来越靠近 所以气宝效应 可能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就会变成是决胜关键 侯友谊今天说了 人民是有智慧的 一定会选择一个能够保护台湾 改变台湾的人 一早市场败票 伯伯妈妈看到 侯友谊超热情 集中跳起来抢握手 大途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根据中时新闻网 最新民调显示 2020大选 赖销配32.7%领先 侯康贝29%位居第二 柯营配则排最后19.7% 中时民调分析 如果最后投票阶段 出现气宝效应 柯营配将流失7.3%支持度 侯康贝支持度 则会大增拉到32.7% 蓝绿两方支持度 拉近到2%在误差范围内 换句话说 既保效应 控成决定胜负关键 陆成民意期盼下架民进党 气宝效应是否会发酵 近期台中北屯有人开出第一枪 挂起东面看板 上头写着 阿伯对不起 关键时刻 我投侯友宜 民主认为不能光靠气宝效应 中南部选票一定要博感情 国民党还在想办法拉到年轻选票 随着政策慢慢发酵 这个年轻选民能够相对的来支持 有可能在最后对民进党下架这件事情 做表态 希望政党轮替这样子 懂我想这是关键 2024关键一役 能否展现真正的民意实现 政党轮替全代选民抉择 记得张鹏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兴盈为了COP28出访 在和外交部现在杠上了 外交部在发新闻稿指责 吴兴盈不接受风险分析 硬是要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让大陆有理由可以打压 导致全团出席受阻 对此吴兴盈回嗆 他说他很清楚联合国的运作模式 这件事情就是外交部虚能 柯文哲现在出面缓辖了 说外交部一定是有压力的 现在要通令内部不要责怪外交部 演讲前先和学生玩互动小游戏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兴盈 要展现亲民的一面 学生提问高房价问题 吴兴盈称央行是罪魁祸首 首场校园演讲效果如何 有网友说大后分 半音半钟不如全音全钟 回答得很空泛 还是投科但无真的不行 也有网友认为 比他想象中的还有料 才刚从COP28出版归国 吴兴盈开始加速冲刺路战 却和外交部杠上 COP28早导大陆阻挡 外交部指责是吴兴盈太高调 16号在发出新闻稿指出 本次受阻原因 就是大陆无法接受 吴兴盈的副总统候选人身份 才出手打压 但吴兴盈听完分析仍旨意前往的考量 为何才是关切重点 却执着记者会跟联访的差别 令人不解 为了这次出国的行程的时程表 绝对不是像 他们现在所陈述的 就是外交部失能 然后不当责 对联合国的运作 我非常的清楚 这一次他们做的就是有问题 吴兴盈在杠外交部 甚至日前受访 还把外交部说成断交部 似乎把内心话说出来 我通令我们内部 也不要再去责怪外交部 其实我也知道它处境困难 这个我事先都知道 柯文哲要内部别责怪外交部 但吴兴显然还在起头上 记者萧珍 蔡平洋新北财务报导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